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ES6的另外一个新的特性 叫做扩展预算符与RES的参数 大家能注意到我的PPT里面是不是讲了三个点 这边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这点要讲什么 所以说忘了三个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因为在ES6当中 扩展预算符和RES的参数的写法都是三个点 那它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先看这边我给出的概念 大家看,获展预算符表示是把数组或者类数组 展开成用逗号隔开的值 它是不是把数组,我们可以叫做把数组打散 打散成这样的值 而RES的参数呢,是把逗号隔开的值合成一个数组 所以说从概念上看,两个操作是不是刚好是相反的 那到底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上代码吧 我们在S2C下面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2-7.jess 然后呢,在我们这边把2-7引入进来 大家看啊,我们先讲扩展预算符 大家可以看啊,比如说我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有一个方法,叫做FO 然后呢,这个函数的参数啊,有三个值 分别用ABC表示 在函数里面,我们打印出 这ABC的三个参数 比如说我这边还有个数组 AR,它表示的值是123 我怎么能把这个数组 A23跟ABC对应 我同学说简单啊 前面我们是不是学过解构负值 比如说当我们就用FO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AR传进去 但你注意,在解构负值当中 我们说传递的这个形式和接收的形式 它们两个是不是要完全一样 大家看如果用解构负值做 这边传递一个数组 那这边是不是也应该对应的是一个数组 我们保存 大家看ABC123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需求跟解构负值的时候并不一样 我希望我的参数就是三个值 分别是ABC 我不希望它是一个数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今天讲的 点儿点儿点儿扩展预算符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点点点 保存 大概输出的设备还是一样下 所以说什么叫扩展预算符 我们再看一点概念 是不是把数组或者类数组 展开成逗号隔开的值 本身ARR对应的是不是个数组 但当我用扩展预算符的时候 它是不是相当于把数组给打散 打散成这个ABC 然后对应这里面的123 或者说这样 大家 我直接在这里面打印出点儿点儿点ARR 大家看对应是什么 你们发现就是被数组打散以后的那样一个值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例子 能知道什么是扩展预算符 以及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吗 大家再看 这东西还有什么用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数组 一个叫做ARE 它对应的值 比如说是123 另外我还有个数组叫ARR 然后它的对应的值是456 我希望这两个数组进行合并 我要合并两个数组 我想把2的数组里面的值456 都合到ARE上面去 形成一个123456这样一个数组 我们先想一下在ES5当中应该如何实现这样的需求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也很简单 我循环边力ARR 然后一个一个取分 再一个一个的push进去 这是一种方式 对吧 但是好像很麻烦 我还要写循环 还有一个push 那ES5当中怎么用呢 其实大家看 ES5里面可以这样用 ARR.圆形下面的push 但是我们注意 push方法的参数只能是值 而不能说我push一个数组 那我们也有方法 其实让push 可以去实现这样的功能 大家看 我们可以通过.apply的方式 然后AR1和ARR2 大家看这时候 我输出AR1 大家看代码这12 输出的是不是就是 合并完成以后的结果 这个方法大家应该经常用 对吧 但是支持ES5的方法 那在ES6当中 大家可以看 在ES6里面 会很简单AR1.push 我们说push里面 是不是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值 不能push一个数组 对不对 大家看 我是可不可以把ARR2 通过扩展阴算符 把它打散成一个一个的值 然后push进去呢 大家看 这时候得到的效果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衍生了一个扩展阴算符 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 就是合并数据 这是ES5的方式 这是ES6的方式 大家都需要掌握哦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我先有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它等于 enbook 那如果我把一个字符串去打散 会怎么样呢 大家自己看哦 ARR 然后呢 等于一个数组 这时候输出的ARR 应该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猜一下吧 觉得是什么 那自己看哦 它其实相当于把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值 进行打散 打散了以后呢 变成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所以通过这几小例子 大家应该能理解什么 要做扩展阴算符 它的作用是不是把数组或者是类数组 去打散 我说打散就是说 把它打散成这种用多号分别的值 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那反过来大家看看 刚才我们说三个点 不仅可以表示扩展阴算符 它是不是还可以表示叫做 Rest的参数 其实Rest的单词的本意 叫做剩余的 我们可以列成Rest的参数叫做剩余参数 这个怎么用呢 我先举个例子 来看 我先建议一个方法叫做FO 假设这个方法的参数 X Y 和Z 我这边也写了三个参数 但是呢 我这三个参数 参数的个数 可能是不确定的 就是在我调用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传入的实参 可能是不确定的 肯定有同学会想到 前面我们学过参数 可以说是默认值 对吧 而且默认值需要写的最后一个 可以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先学一下ES5里面 怎么去做呢 大家看 比如说当调用FO的时候 我可能这样传递的 比如说我传一个1乘2 这样的话 1是不是对应X 2是不是对应Y 那Z的值应该多少 是不是按你算的 它可能还会这样的 比如说我有三个参数 那这样的话 1 2 3 对应就是SYZ 那比如说我这个FO的作用啊 是求出当前三个参数的核 要求出S加Y加Z 它们间的核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话 我在ES5里面 应该如何实现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需求呢 对于不定参数的求和问题 应该怎么办 既然参数不确定 你等于说我判断嘛 判断X是否存在 Y是否存在 Z是否存在 这可能是一种 比较笨的方式 对吧 当然可能也可以啊 但是呢 大家看 其实呢 大家应该能够想到 在函数里面 其实有这样一个参数 叫做arguments 这个参数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 它相当于获取到的 是不是一个类数组 大家看 我先输出一下 21含的arguments 大家看 这边是获取到12 这边是123 我们也前面说过 它并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而是一个类数组 或者叫做尾数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直接通过arguments 去循环遍递它 然后取消里面的每一个值 去求和呢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对不对 AR 我们可以调用它的原型 下面的for each.call 这方式呢 去交用 然后它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arguments 第二个参数呢 是这样一个方法 比如说每一个值表示itom itom就表示 当前我循环别例的时候 里面的每一个值 那我既然要求和 那首先我是不是应该定义一个和 比如说从0开始求 然后呢 走到这边 可以这样 比如说sum 加等于itom 最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sum呢 return回去 那如果要看结果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输出语句啊 在这边打印 这个呢 我们也给它打印出来对应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是否正确啊 这边是括号啊 不是0 重新保存一下 当然这边结果 3和6 1加2等于3 1加2加3等于6 结果没有问题 当然这是es5的方式 那es6里面 我们是不是刚好学过一个方法 可以把我们的尾数组 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数据 大家记得那个方法的名称叫什么吗 是不是叫做array from 我相信你能不能想到 对不对 那我们试试 如果用array.from呢 直接用arguments 把这个尾数组 转化成真正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说一次 比如说方法 然后呢 item 这边再求出sum加等于item 得到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我们用了一个es6 刚刚学的方法 这样复习一下 这个也不复杂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大家仔细看啊 我呢重新再写一个啊 这个方法 比如说就fo 然后呢 比如说当我传递参数的时候 它可能参数的个数 还是不确定的 可能是两个 也可能是三个 那这样的话 我这边接收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这边接收的 是不是用逗号分隔的值 那这边 其实我还可以用 点儿点儿点儿去接收 有时候起个名字 叫做args 我在这边先输出一下args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样的值 咱们仔细看哦 当然这边 是不是数组 一二 然后呢 下面是数组 一二三 说明了 它是否把这样的 逗号分隔的数值 转化成了一个数组 大家没有发现 这种方式 跟我们前面学的 扩展算符 刚好是相反的 扩展算符 是把数组打散 而它是不是把一堆 比较散的 这样的一些序列的数据 合并成一个数组 对吧 刚好是这样一个逆操作 互逆的 这样一个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 比如说 建一个sum等于零 然后直接 它是数组的话 那就直接点儿 for each 然后呢 循环面里里面的每一个值 比如说叫做item itm 然后呢 我在里面 sum加等于item 然后最后呢 我把求出的这个和 把它return回去 发生结果 3和6 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比我们刚才方便很多 我们通过点儿点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把当前这个参数 变成一个数组 这个就叫做 rightsum等符 或者我们叫做 剩余运算符 这是第一个应用场景 对于不确定参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剩余运算符 再举个例子 拿下 它还有其他的应用场景 比方说 我们还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这样的 当我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参数呢 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这边有几个值 1 2 3 但是我确定 第一个值 你是一定会传的 然后呢 我这边有个参数 接受第一个值 比如说x 但是后面的值 我也不确定 你会传几个 那你说这边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就不好写了 你可能传两个 你可能传三个 那这边怎么写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点儿点儿点儿 比如说还叫 algs吧 就表示参数的意思 那大家看 这时候我输出x 然后呢 再输出algs 达成结果 x对应的是不是1 algs是不是就23 比如说 我又传了一个 比如说这回 另外一个人 交用的时候 他可能就传个4 那你说algs 表示的是不是就是234 所以什么叫剩余的 你先把确定的 先领走 剩余的都给我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用场景 我们再看一个用场景 其实他还可以和解构 去联合使用 比方说 大家看 我有一个数组 比如说123 然后我这边 对数组进行解构 大家看 我们说解构 是不是两边的模式 要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边有个s 那这边 比如说有个点儿点儿点儿 比如说有一个值 比如说叫做y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我输出s 再输出y 根据前面学的经验 大家想一想 s对应的谁 是不是应该是1 那这边 是不是相当于是把剩余的 都给这个y参数 剩余谁 2和3 我们看看结果 s对应1 y对应的 是不是2和3 所组成这样一个array数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三个点儿 获整预算符 与res的参数 它常见 因为常景 我在我这些例子当中 也都给大家覆盖到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三个点儿 这样预算符 它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获整预算符 一种叫做res的参数 获整预算符 相当于是把数组 或者这样的尾数组 展开成用 多号风格的值 而res的参数 刚好是相反的 它把这样多号格的值 组成一个数组 两者正好是一个逆操作 就是互逆的 相反的这样一个操作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换一种方式解释 比如说这三个点 如果写在等号的左边 或者放在行参上面 那么它就是rest参数 如果这三个点 在等号的右边 或者在实参上 那么它就是扩展预算符 这个是我用另外一种方式 给大家讲解 哪一种情况下是固扎算符 哪一种情况下是rest参数 大家课后 一定要仔细听我的讲解 然后做一下笔记 相信你一定能够区分好 它们两个的不同之处 以及相对应的应用场景 那我们下期课再见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